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很高兴大家收听我的VUZ.x详解 我是联天心讲师 讲完我们的指令的最基本的概念的话 那我们来讲一点指令里面的特殊的内容 特殊内容我们主要是讲两点 第一个指令它的参数 第二个是我们指令的修饰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指令的参数 有些指令,记住是有些指令 不是所有的哦 有些指令,它可以在其名称后面带一个参数 然后呢,中间放一个冒号给它隔开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VBland 然后呢,一个冒号后面写了一个Half 等于URL 那么这一点的话 其实就类似于我们的Half 等于双 然后呢,里面两个双包控号 类似于这样的 那么这参与有个什么区别呢 其实所谓的参数 我们的VBland VBland 然后呢 其实VBland就可以取代我们的这个 里面的双方括号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像这样带一个参数 那么就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指定一个 我的这个VBland 我要把它 它的值是放到我们的Half里面的 而并不是放到我们的标签里面 OK 这是一种方法 好,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 这个参数是我们的属性参数 OK 在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特殊的参数 叫我们V 暗 暗 这是一种特殊的指令 它是针对我们要操作的一个事情 针对我们要操作的事情 那么我们要进行什么操作呢 比如说我们是点击 好,click OK 那我们就并不是V干unclick 而是直接V干un 然后一个参数click click 后面呢我们可以做个事情 do something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点事情 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这边写一个函数 对吧 做点事情 OK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板定一个世界 但是我们操连接的时候 并不是要跳转到哪里 而是做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 叫do something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不直接写V干unclick 而是直接是什么呢 而是V干un 然后呢 后面是click 好 这就是我们的参数 指令当中的参数